國民黨團周遭傅崩祺 先前是提出了包括花東快 還有環島高鐵等特別建設條例草案 預計接下來要送進院會來討論 不過在這之前 今天下午立法院長韓國瑜也召集 朝野各黨團來協商 不過這個民進黨團的幹事長 吳思耀是批評說 這個三個草案加起來的預算是超過兩兆元 但是先前在交通委員會裡面的討論 時間不超過十一分鐘 之餘的程序可能有問題 他也呼籲說今天的協商不應該是過場而已 來看一下剛才吳思耀怎麼說 但是傅崑崎主導的這三大乾坑法案 都在傅崑崎本人親自壓證之下 交通委員會加總起來 三大乾坑法案花不到十一分鐘的時間 快速通過 耗資兩千五百億的花東快速道路 只審了三分鐘 耗資八千億起跳的國道東延建設案 委員會審查只花一分五十秒 所以今天我們希望韓院長的協商 不要只是過水 如果委員會中心主義已經被閹割踐 沒有辦法逐條討論 稍後的朝野協商就應當好好來審視 跟逐條討論 這是我們的要求 好的 今天吳思耀他是呼籲說這個朝野應該要就這個花東交通的三法來好好討論 不應該只是過水而已 預計下午朝野三方還有得吵 不過今天同樣出席這個審查的這個交通部長王國財也被問到說其實今天上午國民黨的立委 我也是爆料著遠東航空的董作涉嫌掏空案的張剛偉 他的偉的律師其實前一陣子才跟準交通部長李孟燕來喝咖啡 而他們之間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關聯 剛才文國財也有最近回應 另外就是應該在今年初把他在這個整個辦公道也都拆除了 然後我想說整個這個程序中李秘書長也都沒有參與 就是由交通部跟民安局本由全責來處理 我想細節的部分 李秘書長也就說明 就不便替他站好 就準交通部仔的一些事前爭議 剛才交通部長王國財是強調說 我應該是以李孟燕個人的說法為主 其他的事情他沒有辦法代為多做回應 以上是立法院最近請請